我們Challroom 都有人留言說 如果香港疫情轉差 究竟對市場的影響又如何 我想對整個股市就未必太大影響 因為過去這兩年都看到 其實整個恒指的走勢 與疫情就沒有太大關連 反而特別去年很明顯 反而受累一些科技股的監管 那些會有大一點的衝擊 所以我覺得這刻疫情沒錯 其實香港也算是嚴重了 但是對股市也未至於太過利淡 但是對個別板塊可能真的有影響 特別一些之前可能曾經炒作一些 可能是疫情叫做疫後的復甦概念股 或者炒作一些通關的概念股 可能這些都會有些影響 例如本地的零售 或者一些澳門賭股 這些都會短期性會利淡多一些 所以我覺得對個別板塊的衝擊會大一點 但是對整個指數方面 也未至於太過擔心 啊 AK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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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